新的一年 中国军队会有怎样的发展 空军如何继续推动装备的更新换代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近年来 中国空军大量换装新装备 不少部队跨代换装了先进的国产新型战机 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都显著提升 同时 老旧装备的退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歼7是我国研发的第一种两倍因素喷气战斗机 属于第二代战机 大量装备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2018年 歼7的全面退役工作正式提上日程 今年 歼7部队将继续加速换装 由于在俄乌冲突中的大量使用 无人机成了过去一年话题度最高的军事装备 在2022年第14届中国航展上 空军高调展示的多型无人机令人大开眼界 高空无人侦察机无真7 适用于边境侦察 领海巡逻等任务 无真8可以高超音速飞行 从2万米高空对地面进行侦察 无真10 遂行电子侦察任务 可对敌方雷达信号进行侦收和定位 攻击2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是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利器 2022年空军另一大喜训 就是运游20正式投入练兵备战 在过去的这一年 运游20和歼16飞机开展了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 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 向社会公众进行了静态展示 之后又在第14届中国航展上 首次进行了公开飞行表演 运游20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 多次与歼20 歼16 歼10C等多型战机 开展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 这为人民空军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 起到重要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